8月30日上午 飓风意大利亚正式登陆佛罗里达州 令该州遭遇狂风暴雨袭击 最大持续风速超过每小时100英里 目前正在向内陆地区移动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 该飓风正在迅速加强 灾难性的风暴潮和破坏性的狂风 正在沿海地区发生 一些地区可能遭受高达16英尺的洪水 严重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佛罗里达州67个县中至少有30个县 发布了某种形式的疏散令 虽然飓风在内陆移动时会进一步减弱 但预计它在周三下午或晚上仍将是飓风级别 可能穿过佐治亚州东南部或南卡罗来纳州南部 高盛的一份报告 为美国商业地产的前景敲响了最新警钟 由于远程办公模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未来十年随着租赁合同到期 美国写字楼需求将面临急剧下滑的局面 报告显示 美国居家办公的员工比例已稳定在20%到25%的范围内 虽然低于新冠疫情期间47%的峰值 但远高于疫情前2.6%的平均水平 因此实际使用的办公空间大约是疫情前的一半 高盛估计 17%的办公空间的租赁合同将在2024年底前到期 11%将在2025年到期 超过35%将在2030年之后到期 分析预计 租赁合同到期将使写字楼空置率在2024年增加0.8个百分点 在2025到2029年增加2.3个百分点 在2030年及之后的几年增加1.8个百分点 高盛表示 这意味着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 空置的办公空间将增加2.67亿平方英尺 这将导致写字楼建筑投资在2024年减少64亿美元 2025年减少60亿美元 研究人员发现 加州多个城市的通勤成本是全美最高的 例如旧金山的通勤费用最高 司机每年上下班的花费为12,650.66美元 即每天不到50美元 弗里蒙特、圣克拉利塔、桑尼维尔和亨廷顿海滩均位列前十 前十个城市中的九个城市的通勤者 每年平均因通勤花费1万美元或更多 这几乎是全美平均成本的两倍 洛杉矶排名第三十二位 司机每年的通勤成本为6,877.72美元 即每天不到30美元 而且通勤时间也很长 平均往返通勤时间略低于一个小时 研究人员研究了各种因素 包括生活成本和路上花费的时间 来代表司机在开车上班时损失最多时间和金钱的领域 丰田汽车表示 将从8月30日上午开始重启 因前一天系统故障而导致停工的日本组装厂 据悉,丰田已暂时性启动系统 今日早晨陆续恢复工厂的生产 东海和东北等12家工厂的25条生产线已重启 剩余两家工厂也将在今日傍晚恢复生产 丰田此前在29日宣布 由于系统发生故障 丰田在日本国内14家车辆组装工厂的25条产线将全部停工 系统故障导致丰田无法订购相关零配件 从而影响其车辆生产进度 丰田汽车在日本国内的14家工厂除了供应本地 还生产出口海外的车辆 据路透社计算 这些工厂产量约占丰田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 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大众智能手机低调而又惊艳地来了 8月29日华为直接甩出王炸 在没开发布会的情况下 最新旗舰机型Mate60 Pro在华为商城直接上线 售价6999元起 开卖一秒售庆 值得注意的是 华为新手机在卫星通信领域再次突破 Mate60 Pro即使在没有地面基地台讯号的情况下 也可以从容拨打 接听卫星电话 在其他功能方面 此款手机搭载首发第二代昆仑波里 耐摔能力又提升一倍 同时接入AI盘古大模型 为消费者提供更智能的交互体验 可以借由AI隔空操控手机 质感支付 注视屏幕不熄灭等独特AI功能 此外 新机预装鸿蒙4.0操作系统 在外观及配色方面 Mate60 Pro背面彩铜心圆设计 色彩灵感 源自壮丽山川河流 有亚川青 白沙银 男诺子 亚当黑 四种配色 ��沙银 大沙银 大沙银 甩 大沙银 与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